中共环台军演 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辛格揪出推特上的假讯息 从4月8号上午开始 陆续有许多推特账号用力散播恐惧 宣称台湾已经被中共完全包围 狠捏造说台湾人好害怕 辛格表示 从这些最初的推文来看 假讯息正在疯狂传播 似乎是为了恐吓人们相信中共的军事演习 意味着清台迫在眉睫 这是彻头彻尾的心理战 不过 台湾民众不想随着中共心理战起舞 香港其实是在一个很武力威吓的一个状况底下去谈统一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蛮没意义的事情 这个文工舞会已经存在了很久的时间 所以它也不可能会消失 另外 随着中共在台湾海峡军演 靠捕鱼维持生计的福建平潭渔民表示 出海捕鱼变得更加令人担忧 平潭大富村的一名王姓渔民说 如果没办法捕鱼 我的家人可能会饿死 这位渔民说 当地人都是从小就开始捕鱼 一直捕到年老死亡 他说 他们没有时间考虑生计之外的事情 现在更加关心的是 在5月1号捕鱼季结束前 能够抓住多少出海的机会 因为在那之后 他们要面临三个月的进捕期 而没有分文的收入 新唐人电视 李清怡综合报道 这位渔民说 李清怡综合 这位渔民说 李清怡综合 那是 李清聡的 这位渔民说 李清怡综合